2月8号雅加达北区的著名旅游景点老城区开始实施了低排放区政策的交通管制 我们来看一下记者发回的报道 大家好 我现在的位置是位于雅加达北区著名旅游景点的老城区 2月8号起老城区再次恢复了全天24小时的低排放政策的交通管制 在这里只限人行 骑行的人 公共交通以及带有特殊标签的车辆通行 雅加达省政府已于去年12月 在老城区开始实行低排放区政策 今年2月8日 重新恢复全天24小时政策的实施 雅加达运输局局长夏菲林利布斗表示 规划低排放区是一项用于影响城市交通车辆组成 以及提高城市空气质量的有效措施 而之所以选择老城区为第一个实行地点 是因为老城区是一个振兴雅加达旅游业的重要区域 而且良好的空气质量有利于该区的文化遗产建筑 希望这积极的政策能吸引更多游客来访 另外亚加达西区运输局主任 Sree 呼吁民众要避免亚加达老城区并找其他路线 主任历务者在由海派的安全地的栄心 和我们者在盆选择表明 让我们予认为 research 没有建立的D marker 互动如眼、脸美, Rare of the LNC 将乌rend人认为原体的需要 每个人分析 Sabah输OLD IN Ambolog THAT 除了某城区之外,还有几处属于地排放区域 即,Jalan Pintu Besar Utara,Jalan Kali Besar Barat南侧,Jalan Kunir南侧,Jalan Kemungkus,Jalan Ketumbar,和Jalan Lada 虽然该政策已实行进一周,但由于相关信息人未普及,导致了一些民众出行的不变 导致雅达空气污染的最大因素是摩托车和汽车尾器的排放 该政策如能顺利实行,将共创一个更美好的雅加达 美读新闻,廖碧玲,Augustin Lawrence,采访报道